关于ISER的诞生 要从1960年说起 当时世界一些国家和区域 相继发生反犹太人事件 许多犹太人遭受到 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 这个情况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 联合国大会于1965年 决议通过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ISER 我国则于隔年1966年完成签署 并自1971年1月9日起 对我国生效 无论你来自哪里 什么国籍 什么肤色 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与自由 您好 我想应征英文老师 抱歉 我们是要找英文母语的人当老师 Yes, I am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家长是希望白人担任英文老师 是因为我的种族和肤色 让我的能力不被看见吗 我们是穆斯林 不能吃猪肉 吃猪肉才有力气工作 大家都吃一样的 要吃不吃随便你 老板只提供猪肉便当 表面上对所有员工没有差别对待 但却没有考虑穆斯林员工不吃猪肉的宗教信仰 就是不尊重他们的文化 ICERT要求缔约国承诺保障各种族的权利 如果受到歧视 要有救济制度 台湾透过宪法及宪法增修条文 建构更完善的司法制度 确保每个人不分种族 都可以享有基本的个人权利 获得充分发展及基本自由 如果因种族歧视 使得就业、财产等权利受到侵害 可透过行政救济或司法管道获得保护 我们知道要真正达到消除种族歧视 必须透过教育从根源消除偏见 增强公众对种族平等的认识 透过机关、团体、学校 不遗余力推动台湾人权意识 促进文化理解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